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12岁的小男孩成为当之无愧的臭鞋之王 参赛者把自己的鞋子交给私民裁判 裁判为找出天下第一臭的鞋子 显目测破烂程度 又用鼻子秀一秀 有些鞋子太难闻 连裁判也无法控制自己 比赛的冠军会得到百老汇音乐剧门票 还可以列入臭鞋王名人堂 更会得到2500美元的奖金 1974年 一家运动鞋店为了宣传新鞋子品牌 创办这个全国大赛 直到今天已经是第42届了 这年头原来鞋子臭也可以赚钱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美国摄影师肖音·麦奎尔 最近在阿拉斯加州克拉克湖周围 拍摄到了非常感人的一组照片 照片中一对失散在丛林中的熊仔兄妹 重逢后紧紧相拥 爱意爆棚 据说熊妈妈之所以会将熊仔们赶出草屑 是为了让他们尽快独立 虽然自谋生物的经历注定会很艰辛 但是却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这对亲密的兄妹就是被熊妈妈驱逐到丛林中的 当熊哥哥认出熊妹妹时 她一把抓住熊妹妹 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小恩说她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 这组照片有什么特别之处 直到后来再看时发现无论从她们面部表情 还是她们紧紧相拥的肢体动作中 都能看到她们对彼此的满满爱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 评论左边的奥密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